好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 那今天這個行情的指數 這個終於有點稍微穩定的感覺了對不對 所以昨天我跟各位講 我說台廠的韌性其實蠻強的 那大家也不用過度緊張 然後再加上我也跟各位講說這個 美國跟墨西哥這個科生關稅的問題 還沒有一個譜 就是說他他現在只是說要科 可是我講的要真的要科下去有點困難 對不對 因為美墨加三國的自由貿易協議 我講的很難會因為川普一句話就把他推翻掉 那現階段你看出來就是說川普到底在幹嘛 他其實就是要逼迫墨西哥進入到談判桌 那在川普的這個推文上 他其實在今天我們台灣時間 大概八點多的時候也公佈了他的一些消息 這個英文把它翻譯成中文 他說剛剛與墨西哥新任總統 克勞迪亞 謝英 包姆 帕克都進行了一場 這個有成果的對話 就是跟墨西哥的女總統 還有他們有進行對話了 那他已經有同意 採取措施 停止移民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 有效的加強我們南部邊境防線 我們還討論了如何禁止毒品大量流入美國 以及應對國內的毒品消費問題 這次的會談非常的成功 好那我請問大家 川普為什麼要對墨西哥克勁關稅 因為他講了嘛 就是要把這個毒品跟移民的問題要得到解決嘛 所以我昨天我跟各位講說 如果墨西哥願意做的話呢 那川普是不是還有這個立場要去克勁這25% 對不對 所以昨天很恐慌的時候 其實我都這樣 我一樣跟各位這樣子講 那今天其實這個消息 早上就出來了 可是呢 國內很多的媒體是沒有注意到的 但是今天收完盤之後呢 我想很多的媒體就會開始報導 那很多投資人就會接收到訊息 接收到訊息之後呢 大家對於後續的股市的看法呢 可能就會比較偏樂觀一點 所以今天你看 這個2317的鴻海 有沒有 其實早上很多造型歌舞在殺的時候 就是說 今天這個盤是貴買比較弱勢 對不對 貴買早上是一路破底 沒有錯吧 因為很多造型個股 嚇到了 尤其你昨天說完盤之後 很多的媒體都在討論 這個25%對台灣媒體會 台灣的廠商會什麼影響什麼影響 大家都嚇到了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呢 一開始就開始亂殺 亂殺 大家都覺得行行行沒有機會沒有希望了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造型個股呢 出現了所謂恐慌性的賣壓 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我給我很多加入成員的訊息 我說這個盤是有機會拉尾盤的 為什麼 因為我講我已經看到這個消息面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後面的盤勢來講的話 就是要走拉尾盤的一個走勢 那今天沒有拉起來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最低跌了210點 那現階段看起來大概只跌了30幾點 那今天晚上美國股市又不交易 所以我說明天 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晚上很多媒體有討論 哇這個墨西哥可能沒有辦法 可可真關稅狀況之下 對不對 影響淡化掉了 那可能明天股市就有機會大漲上來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呢 這個階段 測季線的任務其實已經完成了 現在還多跌了一點 這邊有沒有機會再重新站回季線之上 還是有機會 三天之內站回來 這個行情還是有有救 懂我意思嗎 那主要還是要看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看起來最後一盤是收紅的 有沒有 所以收紅狀況之下 你看一下他剛好就收在季線之上 那 如果 墨西哥這個關稅問題解決 電子五哥 鴻海啦 廣達這些股票 相對而言應該都會穩在這個季線這個地方 對不對 包括今天3231的偽創 你可以看到 這好像 也慢慢淡化掉了嘛 所以大的股票穩了 小的股票才有機會 那今天很多人是把小的股票砍掉了 那我覺得很可惜 他可能會砍在 這個階段 就說12月份行情啟動前的一個相對地點 12月份 我個人認為這個行情不會太差 那現階段大家就擔心川普的干擾 那我想現階段最大的干擾就來自於墨西哥要加關稅 因為沒有人會去加拿大設工廠 加拿大設廠 不划算啊 對不對 這個能力那麼貴 這個消費也比較貴 所以 我個人認為 川普放話 加征 美 加 加征墨加這關稅的干擾 到今天先告一個段落 因為墨西哥我剛剛跟各位講了 川普稱墨西哥同意阻止移民 墨國的總統淡化了關閉邊境的一個說法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初步的共識已經達成 那川普要科他的關稅就是希望達到他的目的 那目的現在看起來已經達成了 所以就不用過度擔心 那 如果真的科真的話呢 其實你也不用怕台積電 劉德英講了 台灣的半導體 不會因為加關稅 對這三個國家加關稅有任何的改變 加中國關稅 其實對台灣半導體有利 加墨西哥關稅跟 加拿大關稅為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劉德英講 我們賺的是中間財 我意思嗎 很多的廠商應該是台灣 這個晶片出完之後 他先初步的組裝 這個 先組裝好 這個 晶片板的部分 晶片就是放在PCB上 好先出去 出去之後呢 到墨西哥再組裝 組裝完成之後呢 這個整台機器再出去 所以中間來講對台積電 有沒有影響 其實影響並不大 因為最後出貨來講的話 不是台積電的晶片直接到美國 是整個機櫃 出到美國 所以對台積電的影響我覺得 相當的一個輕微 所以劉德英講的 他我們很多廠商賺的是中間財 最後品牌出去的 對不對 要刻增關稅來講的話 那是那些廠商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賺的是中間財 所以理論上來講 關稅怎麼刻 除非你是直接對台灣 直接刻關稅 但是你對台灣刻關稅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晶片是不會直接 就進到 用晶片的方式直接出貨給美國 對不對 一定是組裝好一些 零件之後再進去 所以這個來講 他對我們來講應該是有限的 所以台積電 現階段 我說主要認為是測季線 季線這個地方也有交代了 所以接下來 馬上就要進入到12月份 12月份就會牽扯到什麼 整個11月份的營收 好那10月份的營收是表現不錯 歷年來講的話 10月份的營收大概都是當年 最高的1個月份 那11月份來講的話 你說會不會超過 我想機率上看起來是有點難 但是你說會不會降很多 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來講的話 整個今年的水平都已經拉高了 你看 去年的10月 才多少 才這個2400多億 那今年來講是3000多億 是不是 所以這個來講就有差別 所以今年的他也不會降太多 可能激數又會落在 2800甚至2900附近 那這個來講的話 第四季就會賺很多錢 第四季賺很多錢的狀況之下 整個EPS會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 在川普上任之前 台積電他有底氣 基本面算是強的 因為現在 GP200機櫃在陸續出貨當中 所以這個對他影響來講 我覺得是 蠻小的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 我就維持我昨天所講的 我說測到這個區間 各位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不用看著太空 所以台積電穩定 那其他的股票有沒有機會再上來 還是會有 因為台積電 現在有外國媒體說 這個大概2026年的時候 他市值幾萬超越輝達 輝達現在是多少 全球第一好像三兆多吧 對不對 台積電 要再成長的話 那代表台積電 還要兩兆的空間可以努力 那覺得股價會漲到哪裡去 那如果真的要超車的話 那不就漲到天上去了嗎 所以後續來講的話 我覺得 台積電還算是相對有稱 台積電 不崩盤 大盤也跌不到哪裡去 所以其他的全值股 我覺得機會點又出現了 季線附近 鴻海 這裡 可以注意一下 買點的部分 已經開始慢慢浮現了 廣達到季線這邊 買點也開始做浮現了 所以大型股 如果在季線可以做直穩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盤呢 12月份 當然還有一些機會存在 那所以有些個股呢 就可以做一個策略性的佈局 大家對於有些個股 跌下來過程裡面 要去找好的一個機會點 那有些個股 我覺得會持續走 所謂的多頭格局 省準目前 股價創高之後 在這個地方出現震盪 但是你會發現到其實 外資跟投信 都還在拼命買 都還在持續買進 所以這來這邊來講的話 整理整理過後呢 應該還是有機會在往上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可以也可以再做一個 架差的規劃 好不好 然後漢堂來講的話呢 現階段 我個人認為 川普的關稅 的確會嚇到很多人 不管今天對墨西哥咳不咳 現在至少已經讓很多廠商 願意去美國設廠 所以美國 常務有關的漢堂 因為他美國有成立一家公司 現階段來講的話呢 這股價 我個人認為 還是有機會慢慢的 往上做墊高 現在外資也進來了 所以外資加持的狀況之下呢 這股價要走高 我覺得不會什麼 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行情 我覺得今天 很多狀況性個股 也開始出現了一個回檔 對不對 那其中 跟很多BBU有關的 這個可能今天 回檔幅度 就比較深一點 包括加百鈺 然後 這個 4931的 新勝利 這盤中都有跌下來對不對 然後一些 近期 跟BBU有關的 這個新人高 也都出現了回檔 那這個地方的回 其實也不用過度的緊張 因為這個族群 坦白講 這一波已經漲很多了 那出現的動盪 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想 如果沒有的話 那 對一些沒有的投資朋友來講 他是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 他如果回檔 對不對 代表這個族群先告一個段落 那這個資金會不會出來到別的族群 一定會 所以別的族群 他就會有機會 包括今天很多人看到 這個2312的金寶跌下來對不對 2392的正威跌下來 這個其實 都代表說短線的熱門股 可能接下來籌 籌碼的部分 他會出來 然後他去找新的一些股票 那我個人認為12月份 一定還有一些新的主流股 他會出現 大家不用過度緊張 所以要去找什麼 找接下來12月份有機會的個股 那明天 我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年度會議 要展開 所以明天 我會請假一天 這個 節目我會重播 所以先跟各位做預告 那 標的的部分 我12月份規劃的標的 我今天我就正式的推出 兩檔股票 我鎖定住的 一天給各位兩檔股票 因為明天 我會請假一天 節目會重播 那 接下來鎖定的股票 我就兩天 集中在同一天講 12月份 這個行情 我覺得不會太差 尤其是11月份 我們已經先跌了 你看這個美國股市裡面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 現階段沒什麼跌到 那這幾天都是我們在做修正 為什麼 因為我們被關稅打到了 川普說要對墨西哥加徵關稅 但是現階段你看起來 墨西哥科關稅的問題 好像也解決了 對不對 因為兩個總統已經在溝通了 所以川普的目的 他這一次對墨西哥科徵關稅的目的 不在於貿易上的問題 而是非貿易上的問題 非貿易上的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毒品 跟所謂的移工問題 非法移民問題 那這問題其實墨西哥總統 也釋出了善意 可以談嘛 對不對 可以談 那這關稅 我跟各位講到最後就刻不成 因為你真的刻下去 其實 墨西哥也不是 也不是吃素的 他也警告啊 如果你對 墨西哥科徵關稅 美國 會有40萬個工作會流失 他又舉個簡單的例子 皮卡電動車 一台會上漲3000美元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美墨之間的 關係其實是相對密切的 那我想川普的用意也不是希望 美國很多人會失業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 還有機會 出現所謂的這個25%關稅 就 議題就再次打住 所以12月份呢 只要這個問題 初步先解決狀況之下 短期間之內 進入到12月份之後呢 初期階段 我們會迎來什麼 迎來很多的公司的 營收要公告 那營收公告 那就很重要囉 營收公告 非常不錯的 我想12月初 他就會先開始做公期 所以這邊有兩檔股票 大家注意一下 一個是3XXX 這檔股票 明年 第一季的營收 我跟各位講 就會爆衝 我收集了很多公司的法說的資料 我大家都看了一遍 那這家公司我覺得 他講的 老闆所說的 明年第一季是真的有機會做實現 他明年的某一項產品 現在的報價是傳統 報價的15倍 15倍哦 是增加15倍 就是說 明年他有個新的產品出來 是現階段 這個傳統產品 的15倍 升級過後 他的報價大幅度的提升 然後毛利呢會大幅的提高 那整個 第一季的營收 會開始 爆衝 那這種公司 如果市場呢 都已經預料到明年第一季營收 會衝上來的話 那其實12月份 就會進入所謂的卡位 拉 拉動的一個情況 他股價一定會先拉 他不會等到 你明年第一季營收出來 才開始表態 他現在就開始動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家公司 我覺得12月份 他要開始大漲一波 搭配他第一季的營收出來之後 後面股價可能會越走越高 再來另外一檔股票 現階段大客戶 明年這個 廠房蓋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拉很多的設備進去 所以這家公司 明年的這整個設備的營收貢獻 會非常非常的狂 那股價如果法人看好的話 應該也是12月份會拉動 為什麼 因為他在11月份的營收 就會先衝出來了 所以11月份營收 如果衝出來確定之後呢 12月份包括明年 第一季第二季陸陸陸續續 都會有很多 大量的機台 要開始交機 那交機的狀況之下呢 對於這個公司的營收 一定會有貢獻 那對他的股價來講 就有很好很好的表現 所以今天你利用這個機會點 如果 你網上你看到很多的財經節目 或者是現在政論節目也會講 對不對 兩個 美國跟墨西哥的總統 講的都差不多了 川普的目的也達到了 對吧 那還會不會科增 我想 這個答案就顯然易見了 那如果我們這幾天的跌 是因為科增25%的墨西哥關稅跌的話 那現在消失了嘛 那是不是要漲回來 川普這個人我跟各位講 他有時候講的跟他做的會 不太一樣 那個話會講的 很嚇人 但是做出來來講的話呢 他的手法又是很溫和 不見得每一件都會那麼誇張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他在選前 不是說我當選之後 我把祖克伯關起來 對吧 這話他有講過 那你看今天 他現在邀請祖克伯來吃飯 這個來貢敬一下 美好的 饗宴 對不對 所以這個講話前講話後 我們要去判斷 就是有一些是真的會可行 但有一些太誇張了 美國我想也不是沒有法治的國家 對不對 又不是說天皇老子 他說了就算 他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所以 還是有一些法源的依據 川普他不是金正恩 金正恩可能是韓 北韓他說了算 對不對 那川普來講 他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他有時候講話 他是憑他個人的想法 但有時候他會被什麼 會被一些法規所給 協制住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初期對台北股市的影響 的確有有造成 就像 這個階段有沒有注意到 他也說要拿台積電開刀對不對 然後這個真的是有跌下來 那後面你會發現到 股市有漲上去 所以現階段也是一樣 這個階段墨西哥的問題 我就會告一個段落了 所以漲上12月 有一些好的股票會先衝出來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12月的雙響炮 這家公司 3XXX 明年第一季營收會爆充 這家公司呢 X5XX 明年 營收會一路旺 這個一定要趁現在行情 比較震盪的時候 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今天你看到節目的 歡迎大家打加2 這兩個股票 我跟你做分享 好不好 直接來就對了 打加2 在Line裡面留言 或是打電話進來詢問 都可以 你要把握12月份行情的投資朋友 來就對了 好不好 這兩個股票 報給你知道 就那麼簡單 來我們休息一下 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 今天有一些強勢的股票 出現了震盪 你不要覺得是壞事 早上這個強勢股在回的時候 大家被嚇到了 會覺得這個是不是主力在出貨了 那但是你會發現到 有些強勢股最後還是拉得起來 像神達 對不對 像1815的富橋 早上衝高 但後面來講 你可以發現行情還算是穩定 所以 不要太把它 做悲觀的一個想法 這個行情 我個人認為今天晚上美股沒有開盤 搞不好明天 這個台北股市 會有一些反應出現 因為大家都已經把 墨西哥問題給它消化掉了 所以短線上來看起來 這個利空已經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有一些強勢股的回檔 也不用過度的一個緊張 因為這個搞不好是一個新的機會開始 今天很多BBO的股票回來 對不對 回來之後呢 這個資金就出場了嗎 這一波很多BBO的這個主力大物是有賺錢的 我想他們也不會 那麼急的想要離開台北股市 他應該會去找新的機會 所以當今天BBO在休息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 有一組叫超級電容的 因為超級電容跟備源電池 都是GP200 他說考慮到要用到的 這個 相關的零組件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階段如果走 超級電容來講的話 你看日電貌它股價就拉起來了 包括這個6127的9毫 今天股價也是大漲特漲 所以整個BBO的資金呢 目前感覺起來 它是有往超級電容這塊去走 所以這也是什麼 這也是族群輪轉的一個好的現象 所以不用過度的悲觀解讀 那今天大盤的部分 最後是收三十幾點 那我想跟 禮拜四我傳給大家的 家族成員的訊息是一模一樣的 我說今天這個盤 早上在這個地方很恐慌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說到最後應該會拉起來 會拉 會做一個收繳的動作 那真的如果預期收繳了 那我想大家也不用過度緊張 對於後面的一個行情展望來講的話 要保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那標的的部分呢 我會幫各位精選 好不好 12月份先鎖定這兩檔 因為這兩檔都是接下來 營收會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短線的角度 去看待這兩檔股票 用長線一點的規劃 如果明年第一季 123 這三個月份 它的營收會開始爆充的話 那我想看長一點 我覺得會賺比較多一點 好不好 所以這兩檔股票 跟你做分享 希望你呢 面對這個行情 因為明天我請假一天 節目會重播 那明天這個行情如果震盪的話 各位也不用緊張 那會員的家族成員的權益 不受不受任何的影響 因為我在會議當中 我還是會盯盤 所以各位 該給的訊息 我會一樣會給出去 大家不用過度緊張 那這兩檔公司呢 明年這家公司 第一季營收就會衝上來了 所以12月份 我認為 買盤就會進來做卡位 他是一檔可以做大波段的股票 那這一檔呢 X5XX 這個11月份的營收 就會開始爆充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就他12月份 8號9號公告的時候 前後這個階段 應該就有資金進來卡位 這個營收再衝出來 就很漂亮 因為10月份營收已經上來了 11月份營收 如果再衝出來的話 那第四季他會先賺很多錢 那這個根據之前公司法說的一個說法 第四季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所以明年一整年會非常非常好 那我覺得股價轉機性會很強 希望大家利用今天 就是說 股市在動盪的時候 去想想看 接下來12月份的固局怎麼做 好不好 安心交給我 你今天你打加2 打加2就對了 打加2加你的電話 這兩兩股票我跟你做分享 或者是直接打他進來 也可以 直接做索取的動作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一切順心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服務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顯現平估並自負投資貢獻